白嫩小腿魅力大 讓韓國瑜詭迷心俏 反作用力卻也不小 總統蔡英文撿到大炮 這個是很奇怪的講法 但是如果用他的邏輯的話 他現在的高雄市政 確實是在放牛班 所以他應該要想想看 他面對高雄市政是放牛班 他用他的邏輯 應該要好好地想一下吧 炮火猛烈再帶酸 落跑市長淪為放牛班 韓國瑜加碼回轟 三軍統帥蔡英文升格 網軍總司令 似乎又忘了 黑英中邪說的失言教訓 不要把這個國軍的事情 拿來隨便做文章開玩笑 這是不好的 那麼韓市長 對於中國水軍 在網路上的種種的操作 他也從來都沒有說過一句話 對手韓正英警咬 蔡政府滿滿貪官污吏 但從白白胖胖 讓到拋出恢復特徵組 卻無法舉出任何證據 不僅邏輯不通 更被蔡英文搬出法院認證 重重反擊 這種抹黑的手段 我們是不能接受的對不對 對啊 各位 我們南部鄉親 你如果還會跌 在南投 因為貪污被關 被判刑98年的前縣長 是哪一黨的 是國民黨啊 國民黨抹黑策略失效 貪污戰場上被反將一軍 主將韓國瑜吃言爭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蔡英文家族火力 炸開韓國瑜給的送分題 三立新聞 陳家文 吳成斌 SNG小組 彰化 南投報導